好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剪彩环节 有请第一小姐 来 让我们全场倒数 三 二 一 哇 是的 那今天呢 也再一次感谢羊曼来到现场 跟我们众多的粉丝 近距离的接触 那也感谢各大品牌 对我们活动的支持 那最后 各位 拿出你们的欢呼声 再一次欢送 羊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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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让一下 不要露醒了 不要露醒了 盯曼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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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人啊 羊曼 羊曼 羊曼已经入地上车库 羊曼 坐好 建议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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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 别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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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追了 羊曼不在场里 她一定还在停车场里 我们快四处找找 好 再找一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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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亏我让司机把粉丝引开 要不然竟然走不掉了 妈妈 你好好吗 我还是有点疼 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接这种活动了 这是提前说好的 推不掉 好好好 好好好 以后咱们不接了 我也不想你这么累啊 你赶回家休息 好了 休息 还有 接电话呀 接电话呀 灵哲接电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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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谁 许非选选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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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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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星妍 你给我打这么多电话 什么情况 本来想让你帮我查一下 这里的地下停车库 有几个出口的 现在不用了 你说 我已经选中那个设计师的设计图了 她为什么还要跟着我呀 我怎么知道 可能是你小迷妹呢 徐曼 过两天我跟东晨签约 你一定得去啊 而且你不能像以前那样 对林总冷冰冰的 站在海淡花的盾上 我会去的 不过呀 这两天我设想了一下 我带上这套饰品的样子 完美 难得你这么喜欢 奇怪了 我给东晨发的合同 怎么两天没回复 你让他们先把饰品做出来吧 也行 就听你的 不过呀 现在我得好好先去洗个脸 谁给你帮信息 不会是哪个小迷妹吧 不放心一起看了 还是匿名的 不会是曝光你和哪个女明星的地下绯闻吧 胡说八道 这小设计师派我们 这小设计师派我们 顾心妍 是你 高总要见你 走吧 高总 顾小姐 很抱歉 这么急把你醒来 快请坐 哪里哪里 高总您找我来是 最初你去我们公司送设计稿 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安排 确实很紧 所以对你的设计 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今天我想当面道个歉 道歉 不用的 不用的 那好 那我们就切入正题 来谈谈你的海棠花 好 你做的海棠花 你做的海棠花 我们看了 曲曼非常的喜欢 我的建设计是 你和曲曼签约 实现你们在事业上的双眼 您的意思是 曲曼小姐选中了我的海棠花 对 那那她真的愿意和我这样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设计师合作吗 非常愿意 只是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您说 您说 我希望 你能够把你今天拍到的照片 删掉 照片 拍卖会那天 你帮助我们摆脱了狗仔 所以 我相信这一次 你也一样愿意帮助我们 这照片不是我拍的 顾小姐 我没有质疑你的人品 我也愿意相信 你拍这些照片并没有恶意 我的要求仅仅是删掉它们 一张都不留 更不能发给美女 我 没有 那个 高总 我想要跟您解释一下 是的 您是在地下停车场 看见我了 可是我当时是在打电话 我真的没有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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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顾小姐 你误会了 我没有责管你的意思 我也不想去追究 你当时拍这些照片 是处于什么心理 我也不会把这些事 告到你们公司去 我的要求 仅仅是删掉它们 可是我 当然 如果媒体那边得到 并曝光了这些照片 我想 我就不会和顾小姐 这么心平气和地聊天了 行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你好自为之 不不 高总 请您相信我 我真的没 对了 顾小姐 我想 你也非常愿意 曲曼带上你做的海棠花吧 老铁 早餐都准备好了 好 你电话居然没被打爆 没有啊 我关机了 你自己看吧 我都说了吧 这终究是抱不住我的 顾小姐 西温头脑 天哪 西温头脑 在车内 是什么呀 西温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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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啊 这两个人啊 这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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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看什么呀 你自己看吧 好 我觉得这几张照片 不代表什么 万一是PS的呢 对不对 现在的艺人和经纪人 关系稍微亲密一点 也没什么呀 那你是不知道 现在的娱乐记者 那可都是猛亮的 你知道周一见周二见吗 找消息吧 这机能太紧了 真是 我的海棠花完了 你们感觉感觉到了 进行我们的 这工作环境的变化 我觉得呀 我们未来 在设计部的这个工作 就会像这个毛肚一样 是生活的 小清 你这毛肚老了 再不吃就 不能吃狼 还行 你说 现在你们俩这比赛 到底谁赢了 如果是团队赢了的话 她难道不是应该 张灯解采 这耀武扬威才对 你看她现在对我们 这仇视的态度 感觉像你赢了是不是 所以到底谁赢了 你们俩 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了 昨天我去见了 曲曼的经纪人 他跟我说 曲曼选中的是我的设计 可是问题是我却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而且今天早上你们看到的那张绯闻照片 他怀疑是我偷拍然后投给媒体的 你偷拍 你不是连自拍都很少吗 还偷拍呢 你没解释一下 我解释了 他不相信啊 当一个人认定一件事情是你干的 但是你却没有办法证明说不是你干的 解释有什么用 那海棠话算是玩了 哪有信啊 这不像你的风格 平时没这么容易轻易放弃的 对啊 最近我觉得 无论说是曲曼的反馈我没有收到 还是说这场绯闻 制造者的矛头都指向了我 我觉得我背后有股强大的力量 是我看不见 而且又没有办法反抗 还是画画图 吃吃火锅最开心 还是画画图 吃吃火锅最开心 我们多吃一点吧 就是 天都来了 就好要先吃饭 再说 不管怎么着 我和小兴以后都支持你 都支持你了 你们现在突然这么说了 我真的好感动啊 你们知道吗 你们俩个对于我来说 就跟我那个海棠话一样 是我生命当中 特别重要 特别美好的存在 真的 来 为了美好干杯 干杯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高总 就那几张照片的 曲曼的上演价已经一落前章了 大家躲我都跟躲温神一样 这还不是拜你们公司那小设计师所赐吗 如果再有什么所谓的周一件 再有更精彩的照片出来 你想想 后果会什么样 你是说顾兴颜啊 就是他 我和曲曼亲眼看着他拿手机对着我们拍照 我就不明白我们已经选了他的设计 他为什么还要跟踪我们拍照片发给媒体 顾兴颜 应该不会干这样的事 我估计这里面有什么误会 而且他并不知道他的设计已经被你们选中了 那我不管 我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这件事 我可以帮你解决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希望曲曼和阿瑞娜前运 我说我发给你的合同怎么那么久没恢复 原来你还是希望曲曼和阿瑞娜前 曲曼要走向国际 东晨也要走向国际 在这个关口上 阿瑞娜显然比顾兴颜更好使 你有办法搞定 从照片的角度和清晰度来看 我们要想推翻媒体的说法 不是不可能 好 我答应你 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你说 让那个顾兴颜 彻底走人 为什么呀 没这个必要啊 顾兴颜 无非就是东晨的一个普通员工 无关大局 他必须要受到惩罚 如果他不走人 曲曼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和东晨许悦 不管是哪个设计师 这不仅是曲曼的态度 也是我的态度 我在你家楼下 有事儿 见面聊